你好 欢迎收看6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16号花莲县疫情记者会 花莲新增确诊者888例 由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 教育处长翁淑敏 以及民政处长林金虎列席 而对于儿童拓役快筛世纪 长者第四季疫苗接种进行说明 16号花莲疫情记者会 花莲新增确诊个案888例 12岁到17岁都能够到远东百货一楼 快打站进行疫苗施打 以及55岁原住民 65岁长者都可以接种第四季疫苗 那另外来跟乡亲来宣导一下 在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6点 在远东百货的一楼 HM专柜旁边 也从后门走就直接到了 那在HM专柜旁边有设一个疫苗接种站 只要是12岁以上的我们的乡亲 你只要带健保卡跟黄卡 就可以在那边接种疫苗 那12岁到64岁这段的人呢 你可以接种第一季 第二季 或是第三季 所以第三季就是第一次的最佳季 这里面因为我们之前在校园接种的时候 在国高中的部分呢 大概接种率只有44%左右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可以来接种 那我们说过也鼓励国高中生 如果你没办法在校园接种的话 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做接种 那对于65岁上的长者 或是55岁上的原住民 不管是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都欢迎你挪一脚步来这边接种 而领导两岁儿童 在6月17号到23号 可以到本县各护证单位 领取免费的脱役快筛试剂 并携带儿童手册进行领取 6月17号就是星期五 早上8点半一直到6月23号下午5点半 那么在本县的各个乡镇市的护证事务所 开友专柜 那么来供我们0到2岁 孩童的家长或是其家人 那么来领取 每一个儿童可以领取一组 只要是家长或是他的家人 拿着我们儿童的健康索册来就可以 到护证事务所的专柜 那么来领取 因为顾及到我们的家长 或许在上班不方便 所以因此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早上8点半 一直到12点 通通有在领取 请各位乡亲能够知道一下 要上班值不方便的话 可以利用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早上8点半到12点 到各个乡镇事务所来领取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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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